重磅消息啊 中国的九章三号量子计算机原型机研制成功了 这个说解决特定问题比超级计算机快一亿亿倍 一亿亿 两亿啊 两个亿后面 你可以算一下 这个咱们说这个量子计算机 它其实基本上一台可以顶线在世界上所有计算机 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10月11号公布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 与量子科学科技创新研究院潘建伟陆朝阳 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成功构建了255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章三号 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的技术水平和量子计算 优越性的世界记录 这个科研人员设计了时空解副用的光子探测新方法 那构建了高保真度的准光子数可分辨探测器 提升光子操纵水平和量子计算复杂度 根据公开的这个正式发表的最优经典准确采样算法 九章三号处理叫高斯波色取样的速度比上一代九章二号提升100万倍 九章三号在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所处理的最高复杂度的样本 需要当前最强超级计算机 叫做前沿 要花费200亿年的时间 这个成果 人家九章三号一秒完成的是你200亿年 你可以想想这是不是 这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了 这一成果 这一成果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 这个超级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区别在哪呢 它是怎么的原因 咱们不讲那么专业的 咱们从来都是把这个话让普通人能听明白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反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量子计算机它是什么逻辑呢 咱们先看普通计算机什么逻辑 就是从A到B到C一直一直往下解 对吧 它是这个逻辑 你看有了A 然后它是一个链式的 A然后到B到C到D 一点点解 对吧 那就是中间你要没有了B 那你A到C是到不了的 对吧 那就解题嘛 一步一步解吧 这是它的逻辑 传统计算机 那你可不就费功夫吗 一百一年了 二百一年了 而量子计算机什么逻辑呢 它是什么A1 A2 A3 A4 它是同步来走 它是同步来走 那中间是没有什么B的事了 直接奔着结果去的 这个成果进一步就巩固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国际领先地位 这话一次再简单不过了 中国现在本来就是No.1 新华社也报这个成果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记录了 求解高斯波色取样数学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一亿倍 在研制量子计算机之路上迈出这一步 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发表这个成果 根据公开发表的最优算法 九章三号处理高斯波色取样的速度比上一代九章二号提高了一百万倍 九章三号一秒可以超算出最复杂样本 当前最快那个前沿200亿年 量子计算是厚摩尔时代一种新的计算范式 它在原理上具有超快的并行计算能力 就咱们讲的 它不是从A到B到C 而是什么呢 它是并行的 从A直接奔着结果去 A可能有A有E23A1A2A3 就各种各样的可能 它是同时来的 那这种是并行计算 就通过特定量子算法 在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和经济价值问题上 实际你像整个人类社会 量子超级计算机算的 就为什么中国很多事情 它有预判性战略性 就是它可能计算机算 它实际人类社会 整个社会结构 其实更多的还是和量子 这种计算方法更类似的 对吧 所以它这个量非常大 它是什么呢 是各种可能性都有的 而你普通计算机就从A奔着B去 然后再导出C 这个可能并不是人类社会 现在生活方式的这种算法 就是量子计算机 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社会 那就用这种量子计算机 未来可以模拟人类社会 那就是我可以提起200亿年 我就知道200亿年以后是什么样 当然咱们只是这么一说 但是肯定有人这么做 就是通过特定的量子算法 那这重大的社会经济价值了 对吧 我就可以提前算出来 未来结果了 那相比于经典计算机 实现指数级别的加速了 对吧 那研制量子计算机 是当前世界科技前最大挑战之一啊 这咱们讲过量子计算机 再配上AI 你可以想象 它吞的这个数据量得多大 这么大的这个进步 国际学术界 现在已经制定了三步走 发出现了第一步就是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 就通过对近百个量子比特高精度量子调控 对特定问题的求解展现超级计算机 无法比你的算力 这个标志着40年前啊 这个费曼啊 这些人的梦想什么现实了啊 量子计算机的优越性的实验 还可以用于验证检验计算科学的拓展的秋奇啊 图灵啊 论题啊 同时呢 在这个过程中啊 发展出可扩展的量子调控技术 就给具有容错能力的通用量子计算机研制 提供这个技术基础 简而言之就是证明他能能力强 第一步是先证明能力强 19年美国硅谷啊 这个谷歌加州大学发布了53比特啊 叫玄灵木超导量子计算处理器啊 宣称用200秒求解随机线路采样问题啊 那超计算机要1万年的求解啊 人间200秒 那这个也就宣称了随后啊 中国科学家也挑战了啊 改进后的经典算法使得超算啊 计算时间从1万年压缩到数十秒 也是快于玄灵木的量子处理器了啊 那2020年中国科大团队成功构建76光子的9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啊 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而且克服了谷歌实验室里边啊 量子优越性依赖于样本数量漏洞啊 21年中国科大团队又一次进步 成功研制了113光子的可相位编程的9张2号啊 祖宗之二号啊 量子计算原型机嘛啊 就中国成为了唯一在光学超的两种技术物线都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国家 就是一个是9张2号 一个是祖宗之二号啊 那这量子计算优越性的战略高地现在看啊 现在中国和美国在争啊 据他们说呢 采用9张光量子啊 美国的公司现在正在制定标准啊 光量子原型机相同的高斯波色取样路线 在22年发布了一个216光子北极光啊 量子处计器 这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叫XAN啊 ADU公司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合作的啊 北美的啊 他搞了一个叫北极光啊 说在国际上第二个实现了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啊 那中国科大团的理论上首次发展了包含光子啊 全同性啊 新理论模型实现更精准的理论与实物的实验的这个吻合了 同时发展了完备的叫贝叶斯验证和啊 关联函数验证 就全面排除所有已知的经典仿冒算法啊 为量子计算优越性提供进一步的啊 数据支撑 在技术上的研制基于光纤时间延迟环的超导纳米线啊 探测器把多光子态分数啊 到不同的空间模式 而且呢通过延时把空间转化为时间 那实现了准光子数可分辨探测系统 这一系列创新就使得这个研究团队首次实现了 对255个光子操纵能力 就极大的提升了光量子计算机复杂度啊 处理高丝玻色取样的速度比9章2号提升100万倍 9章3号实现了这个进一步巩固 中国在